好 凌儿 你要干什么 这个人你认识吧 她是你的亲妈 她辛辛苦苦地养育你一辈子 把你给关得无法无天的亲妈 好 你心里边非常清楚 无论你做什么她都会原谅你 但是我告诉你 祖国不会原谅你 人民也不会原谅你 而且你要清楚 你的亲妈已经因为你 帮助过礼拜天了 她已经犯了通敌罪你知道吗 你一定会接受审判的 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但是陪着你也是你的亲妈 她那下半辈子会在监狱里边度过 你知道吗 小玲 妈妈求求你 你说了吧你都说了吧 孩子 说呀 你可站在放哪儿了 玲儿 求求你了你说吧 快说出来吧 说呀 我说 我放手 你说吧 妈妈求求你了啊 妈 我不知道 你不说 妈就死在你的面前 死在你面前 妈 你别这样 我后悔 我不该剩下你 我不该剩下你 妈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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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我就是不知道 好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早就已经没有这个妈妈了对吧 我随了你的愿 我随了你的愿 放肤上 把刀给放下 我随了你的愿 你别过来 把刀放下 放肤上 把刀给放下 小梁 你真是畜生是吗 这是你亲妈 你看你亲妈 死在你面前是不是 妈 你不要逼我 我是教主的好战士 我不会出卖教主的 你说呀 小梁 我都给放下 方公司长 我不会的 我都给放下 我不会的 说呀 小梁 你快说呀 你快点 组长 组长 刚才盖着哀戴着优法金 说他们有重要的线索 向您汇报 什么线索 组长 出事了 邪上军是不是在里面 邪上军 把你把你找给我 我给你放下 我给你放下 说呀小娘 你快说呀 妈 你不要逼我 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妈 你不要逼我了 我不会说的 你不要相信我 乔上军 你开门 你在里边干吗呢 乔上军 我没能帮上你们 对不起 我死了 我的罪就没了 方护士长 您冷静一下 你先把党给放下 你快说呀 小梁 快说 乔上军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你千万不能冲动 小姑 出什么事了 方经在里面要自杀 别再吹他了 靠护士长 把刀给放下 你别过来 把刀放下 乔上 把门转开 是 把方经带下去 是 其他周知 那几 väl 我们就来 葛 以后永远 mehr 再怎么叫你 我不是你妈吗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认她了 我不知道她还能做什么 我告诉你们 我知道炸弹在哪儿 在什么地方 就在站台旁 加水管道的下面 封锁站台旁的铁轨 严查站台旁 加水管道下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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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牌豹车拿过去 把他给拆除 快点 走 走 其他人后退 保全安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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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满洲里发现炸弹 领导决定 启用备用的换乘方案 备用方案不完备 敌人的计划很可能就是 引诱我们放弃原本的安保方案 再利用我们临时变阵的慌乱 寻找空档 你这个意见 上级会考虑的 对了 还有个事情想问你 谁能够在重兵把守的车站里 安装那么一个结构复杂的炸弹 这个 直说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有震惊 之前小昌军击毙的杀术礼拜天 就曾冒名顶贴过 火车站的调渡员身份 除了这个人 还有别的嫌疑人吗 目前 我还没有想到别人有这种嫌疑 对了 走吧 他们自己把事情就给都给办了 就这么走了 那我这一道白爱了 我这可是帮他们抓特务的时候爱的 你怎么老是阿阿的 你不想回去看看拔音啊 来人 到 通知满洲里 让顾客一带队立刻去控制住韩冰 是 我没有查到韩冰有敌特嫌疑的证据 仅仅是因为教主 想通过他控制乔章军 我才建议咱们抓住他 林阿副总之 我年轻 但我也听说过你当年在部队里有拼命三郎的称号 可是现在看来有点名不副实啊 让你查个嫌疑人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顾虑呢 我们一起被教主抓过 我和他聊了很多 他和乔商军两口子的事情 我非常清楚 那在你看来 乔商军和韩冰一点儿协议都没有吗 我绝对相信他们 你干什么 我在昏迷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你什么都没说 你别骗我 我什么都没听见 顾客一守着你 他说你一直昏迷 什么都没说呀 你要干什么 别动 你显得不能出去 你身体还没有恢复 显得出去很危险 谢谢 但是我必须离开 我要去告诉顾客一 别怀疑乔商军 但是他还是侠 ammunition 他对衫手 对全妹 法僧 呢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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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扣上了 自己扣的 你是干什么的 韩冰啊 不知道 我在医院门前 亲眼看见你把他带走的 说 你说 韩冰呢 你是教主的人吗 是 我倒要看看教主的三脚猫功夫 说 韩冰到底在哪儿 韩冰啊 他正在安保小组呢 正在调乡军研究 怎么抓住教主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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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不怪你 谢谢你来救我 是我抢了你的墙 把你锁起来 你才会这样的 对不起 别告诉别人 为什么 是不想连累我 我和敌人战斗 受伤牺牲 这是我们的光荣 你醒醒 你别睡啊 我去叫人马上回来 你别睡 鱼儿 小语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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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 小语捷 这 你什么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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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改道 这人话能执行吗 领导们正在讨论 这样 我出去看看情况 协调一下警卫 联副总长 现在任何人 不得离开专利一步 各司其职吧 组长 这个是在方林身上 发现的东西 我估计有可能 跟炸弹有关系 立刻提示方令 把一切都问清楚 是 你是继续为教主卖命 刺绝于人民 还是毁国自新 回头是岸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你们的炸弹 怎么停下来 我要见我妈妈 你别过来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不是你妈 妈 方副长 劝劝她 因为她知道 如何停止 那枚已经启动的炸弹 方林 到现在来 你还如此的顽固 你快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 说出来吧 妈 我不想连累你 不想连累我 你就说呀 说呀 我身上有一只镯子 被你们的人搜去了 那上面有一串数字 就是停下炸弹的密码 密码呢 你不想连累你 你不想连累你 找不到啊 我说 去把方林带过来 是 你不想连累你 你不想连累你 找到智商 你快换他 你快换他 他那下 那就还能连累你 咱们 ف 我 你觉得 郑林有了 四 我要 那 其他的办法 你让炸弹停下来吧 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问你 为了保护1864专利 你们是不是都拼了命了 是啊 怎么 那要是死了 都得算厌室 能得多少抚恤金呢 政府会替他们 抚养他们的家人呢 那我这一道 也是特务捅的 也得算劣势吧 你别想那么多啊 你肯定会没事的 万一要真有事的话 我替你把你外甥抚养成人 往他上学念书 这是放底的 我调爆了 真的在这儿 快点 来人 走 快点 把这个赶紧交给杨维忠 跟他说 这上面有炸弹的密码 快去 快去 走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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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炸弹解除了 给1864三列罚电 危险已经排除 请全速前进 是 你现在不能留在这儿 你得赶紧出去帮我办一件事 出去 这时候乱跑 你们当兵的一定会开枪 你放心吧 拿着这个通信证 没人会注意你的 你现在马上去一趟医院 去找一下邵元杰 邵元杰受伤了在医院里边躺着呢 有人说是韩冰从他开了枪 想治他于死地 我不相信 你问问邵元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想替韩冰洗清罪名 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自己怎么不学啊 我得留在这儿 找真的炸弹 这 炸弹不是找着了吗 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这个炸弹在站台底下 是一个手动激发的炸弹 如果我们不发现这个炸弹的话 炸弹不会自己爆炸的 那教主为什么要安排 这么一个炸弹放在那儿呢 教主为什么能想到 我们一定会发现炸弹呢 它这是声东极西 我相信肯定会有另外一颗 甚至两颗炸弹在别的地方 快去 没时间了 快点 没时间了 你替我照顾好有发金 好 来 你替我照顾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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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我不能死 皇带 大叔 长队 族长 多数警戒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继长放心 好 小姑 专力情况怎么样 他们正全速警戒 开往满洲里车站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列车匀速前进 预计十五分钟以后 到达满洲里车站 满洲里情况怎么样 每隔三分钟必须向张力汇报 重力在伤的几次 丟的几次 几次 没几次 他们有最后 客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颗就是真正的炸弹吧 实者虚之 虚者实之 教主从改不了附庸风雅的毛病 怎么不敢出声是吗 你都已经用枪指着我了 难道连声都不敢出吗 我什么都不怕 是你 没想到 既然教主把你给埋在火车站了 怎么在外边还安排一个礼拜天呀 没有他在外边朝风惹雨 我能这么安稳地在车站里待着 看你年龄也不小了 打进车站很长时间了吗 对呀 一度我以为教主把我给忘了 那时候我还挺失落的 你失落个屁 教主没让你去替他卖命 你应该庆幸才对 自从我当上了总调度以后 我真不希望教主再找我 在这平平安的 当个总调度挺好 真的 那你为什么还提他去卖命 我知道 他们不会放过我 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份 你们也不会放过我 我没得选 只有这一条路 教主的计划是什么 计划 教主让你包扰这个炸弹 冲向1864专列上 就你的身份 在火车站还可以 要想接近专列不够级别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从我这儿讨话 我不怕告诉你 那东西 德国人造的 别看个小 一旦爆炸 这方圆三公里之内 什么东西都得上西天 教主 德国要我杀了你 德国要我杀了你 安保小组把门打开 有什么事 里面的人 我有事要问 把门打开 你醒了 你醒了 乔商局让我问你 你身上的枪伤 是她媳妇打的吗 启动装置内 装用防拆件装置 如果将行拆除它 它就会爆炸 刚才那个牛教都说 这个炸弹的威力非常大 如果爆炸的话 方圆三公里面 所有的建筑物 都会一为平地的 这就是说 三公里之内都不安全 没错 我建议把它赶紧运走 运得越远越好 安排汽车 快 好 等等 汽车不合适 这种炸弹 只有在平稳的状态下 才能保持安全 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 太颠簸 谁都保证不了 它会在什么时候爆炸 我去找个火车头来 我去找个火车头去 我去找个火车头来 是 林副组长 杨组长来电 组长 我是林雅芙 情况如何 请专列再次减速 保证在半小时之内 不要进入宛州里 为什么 又出现什么情况了 乔商军发现了一枚新式炸弹 威力很大 而且现在不能排报 我们计划 把这枚炸弹运出宛州里 再行引爆 炸弹上有机制装置 有 上面显示 十五分钟之后爆炸 你们的计划 炸弹引爆以后 会不伤害到专列吗 如果炸弹的威力超出你们的预计 怎么办 我们叫来了另外一辆摩托头 在没有任何拖杆的情况下 车头时速达到八十公里 十五分钟 肯定能驶入安全地区 具体爆炸的地点呢 满洲里铁路只有南北向 我们计划车走高速前进 在驶入满洲里之后 走旧铁路 驶入日伪时期 遗留下来的废级矿区 那里没有居民 在那儿引爆以后 不会发生后续灾害 看来只有这个计划最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运送炸弹的车头 必须保持高速行事 驶入矿区以后 还算真正进入安全地区 因为矿区处于丘陵地区的挖地 可是 同区的驾驶员来不及撤离 这应该是一个 自杀任务 所长 不能让人引炸弹机前进吗 这样起码有生存的机会 炸弹的威力太大 波及面很广 恐怕做不到这一点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牺牲我们一个人 换来专利的安全 我们安保小组全体成员 都报名执行这个任务 你让谁执行 谁来执行这个证 谁来牺牲自强 你会杀掉 也会有变成员 成员 成员 求成员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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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的一切行动 都会随时让两个主长汇报 我后面的一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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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切行动 我后面的一切行动